哈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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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进来了吗 哈喽大家好我是丫丫 我来了 我进来了吗 等一下哈今天是我第一天直播 我就紧张 这个 这个 可能 可以美颜磨皮一下 哇 这个 脑子有点油啊 看一下啊 有一个什么 瘦脸 最近胖了好多 哇 还是关了吧 太可怕了 下吧 我们家这个灯怎么了 大家过年 然后再加上疫情 都在家里待着哈 是不是都胖了好多啊 反正我胖的还蛮多的 这个怎么弄啊 不忘了 哈喽大家好 正式的来了 因为调试了半天 今天为了做这个直播 还特意问我的一个姐妹 借来了这个直播的架子和灯 然后觉得还还蛮好玩的 嗯 然后 嗯 在这里首先 我觉得先向大家 就打个招呼 然后要说 嗯 这个疫情其实还没有完全的结束 所以大家能在家里待着 尽量别出去乱跑 我们别给 把这些医务人员 然后再增加负担了 然后在这里也致敬我们的 嗯 在一线 嗯 还在 嗯 战斗的医务人员 然后我们大家 有些人好像已经复工了哈 所以还是要注意防护 嗯 本来我还在拍戏 但是因为 嗯 现在剧组已经停工了 所以最近呢都宅在家里 鸭跳个舞吧 凭什么呀 哈哈 跳舞下一次吧 然后 那个 最近我都在家里 然后 嗯 除了 就是 嗯 哦 谢谢 然后就是 会跟你们一样啊 也在网上去学一学做饭啊 然后学一学做美食 对我特别想开一个吃播 下一次哈 然后今天我们先试验一下 因为 嗯 其实 我平时呢 我只会做一些新疆美食 什么拉条子啊 什么 手抓饭啊 然后 嗯 哈哈哈 然后还有那个 嗯 做个什么新疆的炮杖子之类的 炮杖子你们应该听不懂吧 就是 其实就是 新疆的汤饭 会把那个 那个 那个 那个面拉成一条 然后一点点揪 然后像那个 鞭炮的那个形状 所以我们叫炮杖子 然后就 就还可以 但是 我今天想挑战的是 南瓜羹 因为其实这个南瓜羹是我前两天 然后才跟我一个姐妹温宇 然后学的 然后 我在家自己试验了一下 哦特别好吃 真的非常好吃 我儿子可以吃两碗 然后 我觉得今天 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因为它太简单了 就是那种 嗯 不太会做饭的人 好像也可以学会 而且最关键就是 南瓜呢 我觉得 就大家现在都胖了 因为马上其实就要复工了 我们得瘦一点 然后它又 嗯 可以减肥 然后 维生素 丰富 然后还可以降血糖 最关键就是 它的颜值也比较高 所以我们待会可以试一试 你都在说什么呀 能不能看我说 烤个囊 真有 一会儿给你们烤个囊 烤囊需要那个大的一个 呃就是 像钢一样的一个囊坑 对现在 现在有囊坑的这种 就是条件好像 没有了 对 还有其实 我也有我自己的 音乐声音会不会太大 我放小一点啊 马上 马上回来了 等我一分钟 好了我又来了 对 然后 那个 对我们新疆海炒米粉 最好吃 我也特别特别喜欢吃 然后 哎下次一定要开个吃播 简直了 馋死你们了 嗯 然后 那个 说哪了 刚说哪了 就是 嗯 嗯 就是 朵朵和家人在旁边的屋子玩啊 不能让他跑来跑去 厨房重地 我是不让他进来的 嗯 然后 那个 哎开始我们的南瓜羹吧 嗯 你们开始吧 我们就 我调试一下哈 哈 哈喽 我又来了 对 哇这里有个顶光 显得好像不凸 对啊 那个 首先 你看我在这里呢 准备了两个小南瓜 颜值还蛮高的哈 然后 其实我平时在家 可以可以要的那些南瓜更大一点 但是今天 对我为了直播好看了 所以可以买两个小南瓜 我觉得很Q 然后就是 嗯 先去皮 也可以不去皮 其实有的时候懒的时候 不去皮也可以 嗯 我在这里你们看到我吗 对 对 先把它 洗干净 我觉得我好像 哎呀 放这边一个 看不见了 等会啊 哈喽 嗯 可以哈 然后 先把南瓜洗干净 我一直担心的就是 做做做做 做直播吃东西 然后直播做饭 看会不会一直有双下吧 因为我自己胖的双下课好严重 对 然后 可以先去皮 如果 比较懒的同学呢 可以 先不去皮也可以的 因为我上一次做的时候 就 没有去皮 嗯 我不知道 就是 你们还有什么 比较简单 又好做的 一些美食的菜谱 可以推荐 因为前两天 我在发绿洲的时候 我也说了 最近一直在家 学做面食 做什么包子啊 什么饺子啊 而且 嗯 做锅铁 也对了 我们新疆 其实把这个南瓜也叫葫芦 但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这个葫芦 跟你们那个 就是平时的葫芦 是不是一个东西 反正我们就把那大一点的南瓜 叫葫芦 然后 我们会把它加上一些洋葱 加上一些羊肉 然后剁成馅儿 然后做那个葫芦 然后做那个葫芦 嗯 也非常好吃 其实就是嗯 煎饺 但是可以做的大一点 然后 首先 嗯 对 先拿一个南瓜 可以先去皮 然后 去了皮之后呢 就可以把里面的籽 全都挑掉 在这里可以看到你们 因为我是第一次做直播 我觉得 就是第一次自己做直播哈 我觉得还 蛮有意思的 应该也不是第一次吧 但是我头像 刚才我还 我还 看我的头像 还是 我的头像还是真的拿着汗 所以就是 我觉得我应该经常来跟你们玩的吧 我觉得还蛮好玩的 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可以直播啊 好了 这个 我得快速的收一下啊 我觉得 就是 在我做饭的时候 最不能忍的就是 灶台一直都很乱很脏 因为一会就找不到自己东西在哪 所以我还挺喜欢 就是把这里弄得干净的地方 我觉得 觉得 简单一点 方便一点 我们就 做一个吧 今天买的南瓜好像有点湿 怎么那么硬啊 怎么那么硬啊 所以记得要掏籽 不然大伙就用破壁机去破它的时候 那个粉啊 就会很硬 所以一定要把粉浩满进去 所以一定要把粉浩满进去 可以带我这边 你会这样的粉浩满 你会在一起 我可以让它过来 好 我这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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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卡了 我这工 我这工 你还要做 我这工 下一次我建议你们买南瓜买个黄一点的南瓜 因为好像这个南瓜有点硬 切半天也切不动 好了 然后我们现在就要下锅蒸了 我们下锅蒸了 我们下锅蒸了 所以平时我都会拿一个小一点的锅蒸 但是今天好像这个小锅一会要煮 所以拿个大锅好了 好了 我每次蒸东西的时候我就特别纠结 我应该是先烧开水再蒸东西 还是就是生水 直接把要蒸的东西放上去 所以这个我每次都搞不清楚 有没有人回答我 很紧张 但是我很紧张 生水到底是什么 所以就是生水和东西可以一起蒸 所以就是生水和东西可以一起蒸 是吧 我们看一下表现在几点了 现在是6点13 所以我们蒸个15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然后在蒸的时候我们可以先烧一些牛奶 因为待会儿南瓜要和牛奶可以在一起 所以我现在另外一个锅要去煮 应该 到底应该是烧水还是不烧水 所以我现在另外一个锅要去煮 你看到我吗 是不是应该再转过来一点 等会儿 你在哪里 做什么 我 你 我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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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我 然后我今天还准备了一些红薯淀粉 因为其实在做南瓜羹的时候应该再放一点糯米粉 但是最近好像糯米粉挺难买到的 所以我就准备了淀粉好像也一样 因为我上次在做的时候本来没有放淀粉 它就会很稀 然后稍微放一点它就会变得很稀稍微的稠一点 你们都在说什么 对了我觉得现在还有点时间 要不然我们抽个奖吧 然后大家可以刷屏起来 待会我呢点进去 我截个屏然后被我截到的 我就会有礼物送哦 然后我会让我的工作人员联系到你们 但是工作人员怎么联系你们呀 好 那个 干嘛 好了 嗯 嗯 准备好了吗 我现在进到 美国里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吗 好 我可以看到我戴过了 开始哈 好 我可以看到我戴过了 开始哈 3 2 3 1 开始 2 3 1 开始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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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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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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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2 1 1 2 2 1 1 2 2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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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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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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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3 2 2 2 其实就跑半个小时 然后也会做一些简单的动作运动 开开肩膀啊什么的 别忘了提醒我那个南瓜快好了 已经过去七分钟了 八分钟了 哇南瓜好香 哇水放少了干多了等会 差点做成烤南瓜 为什么这直播只看到我自己不能看到你们呀 我相信是不是这个在手机后面的很多女孩子已经很多天不起头了 不洗脸不洗头了举手 因为他们说就是其实最近好多我的姐妹都说在家后几天不起脸发现其实皮肤有变好 因为这个角质层一直在保护脸 对但是我也想试一试 对不起头的几个手 一会这样吧不起头的几个手 然后我们节评送一罐洗发水 然后 那个 什么你们在说什么 对 已经蒸了十分钟了 因为我就南瓜小 我觉得待会儿好像蒸十二分钟就可以了 选你啊 我看看 哇 我真的 一个星期不洗头了 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难道不痒吗 对在家戴个帽子好了 他们都说第一天的发型是这样散的 第二天就可以扎起来 然后第三天就 嗯 那个 哇 我看到张大大来了哈 大大 我知道大大一会儿也要做直播哈 大大不送礼物给我吗 今天大大说 嗯 他要做甜点 然后他还跟我说 小心点哈呀 你别那个别 南瓜粥别做不出来 对然后 我肯定能做成啊 嗯 大家送礼物 哈哈 一会儿 那个 大家跟我是邻居 其实我们两个都离得很近 所以他也是 嗯 老师希望我好像做直播能出丑啊 告诉你一会儿 我南瓜粥一定能做的丑 我看一下我们南瓜粥 今天这个南瓜好像选了有点失败 特别硬 所以蒸了半天还是硬邦邦的 嗯 对 今天一定要做成的 不然就让你消了 来吧 我们 新一轮的 那个 送礼哈 刚才已经送了两个了哈 那两个人都是谁 还有自己的吗 我有自己拼 准备好了啊 三 二 三 二 二 一 那个送礼物的不要捣乱 来 开始 这个怎么没结上啊 再来一次好不好了 好 三 二 一 开始 有一个 拨拨拨拨拨拨拨 送了一个 两个 棒棒糖 然后还有一个叫 什么 签 什么礼 我我我我 好 这就两个人了 恭喜你们 其实送了什么礼 我还没想到 但是我可以先送你们一件 嗯 我的 那个 五具的纪念品 这个 也是我自己很喜欢的 一件 卫衣 然后可以送给你们 嗯 对 很多人也会关注 关 关 关心我的舞剧 什么时候在巡演 其实 嗯 本来呢 我们就说要准备覆牌了 但是因为疫情的原因 我们也打算把这个 这个环节 就是 推后了 所以大家还可以再期待一下 嗯 最近因为 嗯 嗯 确实是 睡觉睡得太多了 整个人都硬邦邦邦的 所以 嗯 最近也慢慢的开始 恢复一些软炎 我的马甲现在都快没了 哈哈 都变成一大坨肉了 怎么办 好了 哦 我都准备把这个 那一会儿要用的东西 我得先洗一洗 哇 嗯 嗯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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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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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现在把南瓜倒进去 还记得刚才我们煮的牛奶 就可以把牛奶堆在里面 如果这样直接打了它就打不碎 所以我们要把牛奶堆在里面 不用烫太多 牛奶还要留一点 待会还有用的 小的时候我们在家里吃的牛奶 都是从牛身上献起出来 每次烧完牛奶以后 那上面的奶皮子 你知道什么叫奶皮子吗 就是会在牛奶上面那层膜 就很厚很厚 然后我们都会把它拿勺 就往下来装在盆里 然后每天早晨在囊和面包上 就是当黄虫用 然后你就吃专门的奶皮子 好了现在要准备一个火骨鸡 然后把它打碎了 你先等一会儿啊 都还炒 今天我的南瓜是这么绿 本来不是黄颜色的吗 这是怎么回事 最近我的奶袋烫得太少了 它打不碎 最近我得再加一下 感觉好像失败了 因为如果这个水不够多的话 它好像打不动 怎么办 不会真像张大人说 我今天要干失败了吧 如果今天就失败了 下的不还不做 直播的时候我给你们做饭 太丢了了 这儿我会担心 我做得好 不够 我把银放在来 夕快 我觉得好像可以了 但它真的很绿 不是黄色的南瓜吗 我觉得好像怎么回事 今天完蛋了 太紧张了 我现在因为南瓜变绿的时间之间让我很惧疤 我好像重新再做一个 等会儿我想想该干什么 对然后 因为其实现在和牛奶再搅拌在一起就可以 因为其实有些朋友喜欢吃甜的 可以加点糖 我可以加点糖 可以倒在前面准备了牛奶里 我现在也要吃点 我来一会儿吃的很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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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倒一点糖 这个就看你们 你们愿意倒多少 然后我刚才说 可以准备一些淀粉 然后也要放 其实放一勺淀粉就够了 我好紧张 现在最重要的环节来了 就是把我们刚才打碎的南瓜 把它加到这个准备好的牛奶 所以就是今天的经验 告诉大家一定要准备黄色的南瓜 不然真的有点丑 就搅拌 搅拌搅拌 其实还蛮香的 你们知道吗 可惜这个味道不能直播 我肚子都叫了 因为这个南瓜特别粘稠 所以它会挂在这个破壁机的这个杯子的里边 所以我每次舍不得直接倒掉 我会把刚才留在外面的这些牛奶 我再倒在里边 你猜我干嘛 我在说你说 这样就可以全部都干干净净的流出来了 我就要搅拌 好了 你看这样就可以不浪费 不然辛辛苦我到那么多好可惜 好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因为我发现它真的还你看 有点稀 我觉得南瓜粥必须要稠一点才好吃 所以刚才我说到这个变成 红薯 应该再放一些 它好像有慢慢的变稠 它做的有点多 它是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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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对了 它是图了 它是图了 看来 它是图了 从这些生硬的变成 关键 移动 的 永远想吃 熟看的 好了 我们下一个环节就是 就是再加一点红薯粉 因为它还是有点稀 可能我今天这个量没有掌握好 今天为主有些泡沫 今天做的太不成功了 可能是因为紧张吧 所以这些量都没有掌握好 这是为什么呀 好了 我觉得这回好像差不多了 比较粘稠了已经 为了好看 我得把上面的层墨子拿进去 感觉自己嘚瑟了 今天说自己南瓜粥做的很好 自己来做失败了 但还行了 没有没有那么小糕 我先来炒一炒 可以的可以的特别棒 虽然好像有点绿绿的但是还蛮好吃的 而且我发现 而且我发现这个我今天糖 其实加的比平时少 但是这个绿色的南瓜 特别甜 哇真的可以的 好了 那个看直播的小朋友们 是不是很想尝到我的南瓜粥 我现在要盛到碗里 我特别喜欢我自己买的 很可爱 这个碗黄有点大 但是好像因为今天这个南瓜粥变得成了绿色 好像更像那种就是减肥的健康餐 能不能看到啊 咦 我要把镜头咬下来 好吧 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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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流口水 我自己在这边盛 然后边在咽口水 还挺好吃的 现在可以用到小菜了 每次我就会把它 装点一下 因为今天南瓜粥变绿了 所以它绿色的小豆苗 放在里面好像没有那么咸 怎么好看 等一下我有办法 再等我一下 我再找枸杞 拿枸杞上来 来了 办法有的是 虽然绿色的小豆苗在里面不咸 让我们可以放一些红色的枸杞 这样应该也蛮好的 早知道是这样了 应该之前把枸杞全部剥透 发好 这把失败了 不好意思 那枸杞太水了 然后它掉下去了 这把枸杞放在里面 oh 我想给你们看一下 你看到吗 我用枸杞 写了一个 鸭鸭的鸭 好了 那今天的这个南瓜糕呢 就以失败告公 但其实味道还挺好的 就是颜值稍微差一点 但是没有关系 因为其实好吃健康 才是最重要的 好了 然后 今天呢 这碗南瓜糕呢 就一会儿可以留给狗狗喝 然后这碗呢 我自己喝了吧 好不好 那今天的直播 我觉得顺着差不多就可以结束了 我们刚才其实已经抽了四位好朋友 然后那个作为 就是有礼物可以送好 我觉得在结束的时候 我们再来最后一轮人冲 然后就可以 好吃的南瓜跟孙明 吃不到哈 我给你吃 然后再来一次吧 好不好 啊 对 有人告诉我 粘上了 天哪 是粘到哪一碗了 所以下次做饭的时候 千万不能穿带带子的 我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对 太烦人了 来 准备好了吗 来 下次系个围裙 好的 准备好了哈 三二一 开始 哇 什么都没有结到 我结到一颗桃心 就没有看到你们再来一次吧 来 三 二 三 二 一 开始 这个怎么是什么完成 获得一个隐蔽什么什么呢 还是没结好 好 来 这个 被堵在了路上 被堵在路上 嗯 恭喜你 然后 嗯 希望 就是这份礼物 能够在 疫情结束之后 送到你们的手上 因为现在我们还是不能给这些快递的工作人员增加太多负担 对 而且 嗯 因为我知道现在其实很多快递应该也送不到家里 所以 嗯 今天获奖的这五位朋友 嗯 今年 今年哈 或者是 对疫情结束后 肯定能够获得 嗯 我送出的礼物 嗯 所以大家不要着急哈 嗯 我修华散华 然后下一次就是开吃播哈 一定答应你们 吃什么呢 其实我吃小龙虾可厉害了 对 然后还 我下次你们吃大盆鸡吧 吃大盆鸡 然后 还可以吃 对 吃一些新疆美食 或者给你们做个手抓饭 嗯 然后 那就这样吧 好吧 我们 离你们近点哈 看你们在说什么 对 好了 哎呀 今天这个朋友给的灯啊 真是不错 哈哈哈 好了 那就这样吧 然后 呃 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 然后 我们下一次再见 拜拜 大家可以去隔壁的张大大家 看看他要给你们做什么美食 好了 就这样吧 拜拜 嗯 哇 我要去吃饭了 对 南瓜羹啊 那一碗被蘸了我的 这个 袋子的南瓜羹